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第三章 是耶稣的家谱 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 它是从23节开始的一直知道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结尾就是38节 一般的时候我们读到家谱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直接跳过了 觉得这十分农长 看不清楚这里面到底在说什么 但我们得记得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都是圣灵末世 就是圣灵感动 不管是先知或是使徒所写下来的 所以这一切是神所启示的话语 并且神的话语是有福的 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成圣 帮助我们 洁净我们身上的污秽 并且是蛮有祝福的 那在我读的时候 请大家记得 这是我们神无谬无物的话语 路加福音第三章从第23节开始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西里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尼默的儿子 尼默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拿的儿子 亚拿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 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 拿红是以色利的儿子 以色利是拿该的儿子 拿该是玛雅的儿子 玛雅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西美的儿子 玛塔提亚的儿子